我希望可以写一個APP 這個APP的話就是說 它的原理很簡單 基本上介面非常單純 就是說請輸入1到20之間的數字 當然未來你可以變 比如簡單一點你可以變1到10 哪一點你可以越來越多 甚至1到100 隨便猜 然後它猜中的就是答對了 當然如果猜 基本上還有另外兩種可能 要不就是比亂數還要來的小 要不就是比亂數還要來大 那這個亂數由誰決定呢 就是由電腦自己去產生的 或者是手機 反正它因為那個APPINCENTER 也有一個叫做亂數產生器 它可以有點像骰子一樣 甚至這個也可以這樣做骰子 也就是說你甚至可以把它變化 像紫骰子一樣 那只是說呢 亂數產生的數量 當然你看你要紫幾顆骰子 反正骰子一定是1到6 那我們這個是1到20 那基本上我在這個介面裡面就是 這個是標籤嘛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文字輸入盒 那這個的話也是個標籤 那裡面是用紅色的字 那再加上一個按鈕 原則上介面大概長這樣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如果說希望讓它可以猜的話 那當然我們就一個輸入啦 不過因為預設的話 如果怎麼猜會最容易猜中 當然因為這邊會提示啦 所以我先從中間開始猜 所以輸入10按確定 你會發現這邊會有什麼變化 我猜完按確定之後 因為我輸入10嘛 然後它會去檢查一下 跟那個亂數產生的那個數字一比 發現太高了 所以它跟你講低一點 所以也就是說呢 我們那個亂數 它可能的數字範圍 經過這個提示之後 你應該知道 它就變成比10還小 所以應該是剩多少 1到9嘛 所以如果我要再猜的話 特別是你可以再猜 所以猜的話應該是猜多少 比較容易猜中 應該猜5吧 中間那個數字對不對 然後按個確定 太低的話那就刪去了 所以1到5就沒有了 剩下多少 6到9 所以這個可能性的話 就是變成6、7、8、9 總共只有四個數字 那應該猜哪一個比較OK呢 隨便猜吧 來按結亂數 那我們就猜 猜8好了 好不好 OK 然後按確定 太低了還是太低了 所以只有可能什麼 6跟7 那應該多少 7好了好不好 猜中了嗎 按確定 不不不 太低了應該 那應該是9啦 但猜錯了 邏輯有錯 OK 應該是9啦 太低了應該高一點 那9 恭喜猜對了 OK 應該知道邏輯吧 這個邏輯其實還滿容易理解的 那也就是說呢 我們這個可能性的話呢 就只有三種 一種就答對了 一種就是太高 一種太低嘛 不就是這三種 誒 可是問題我要怎麼樣去撰寫一個 像這樣的一個猜數字遊戲 OK 但是呢 後面其實還可以變化 什麼變化 比如說 就是只能限制他猜幾次吧 比如說猜三次沒中就不能再猜了 這樣才有意思嘛 不然一直猜一定會猜中嘛 那再來的話 也或許就是說 你這個數字可以再變大 或變小 有沒有 那或者是還有什麼 反正還可以做別的變化 或者說數字一個不夠 你可以數字兩個 數字三個 數字四個 甚至這個還可以變成什麼 變成那個像 八哥沒玩過那個什麼 1A 2B那種類似的 類似像那種就是 位置對的話就是A 然後呢 這個位置不對那就是B 那看幾A幾B 然後讓人家去猜 這個其實可以 可不可以寫得出來 絕對可以 只是說邏輯會比較複雜一些些 那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那個猜數字遊戲大概的邏輯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如何寫這個程式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回到那個 我們的APP Inventer OK 那基本上的話 我大概說一下 這個程式部 這個 當然一樣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的話 請各位呢 開一個新的專案 那專案名稱的話 也許 它不能用中文 所以我就取一個叫什麼 Gate number 或者是Gate什麼其他名稱 那我這邊已經有一個這個名稱 我叫Gate number OK 然後可能我分成第一次 第二次 它後面其實還可以變化 01,02,03,04 那我假設Gate number Gate number01 OK 然後介面的部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呢 很簡單 第一個的話 上面這邊 第一個 我是先放什麼 放個標籤 所以你可以看到標籤 把那個標籤拉過來 那我大概改哪些地方呢 第一個 就是標籤部分的話 我看一下第一個 其實主要是把字放大 因為我後來發現 這個字實在太小了 我大概都改30 然後裡面就是什麼 請輸入1到20之間的數字 那第二個的話 這邊的話 就是再拉一個什麼 文字輸入盒 把文字輸入盒 一樣把字體放大 然後呢 這個預設值 這邊有個文字有沒有 因為理論上1到20 最常被拆的就是10 所以我乾脆怎麼樣 就直接很貼心的 乾脆你 我知道你第一個 一定會輸入10 我就直接幫你填入10就好了 這樣你可以改 OK 那再來的話呢 文字輸入盒 再來底下這個訊息 這個訊息的話 就是將來提示 跟使用者之間做一個互動的 那當然呢 其實這個訊息 你其實也可以換成別的 換什麼 換成各位還記得嗎 我們之前有什麼 對話框有沒有 其實如果你不用訊息的話 也可以用對話框 有沒有 對話框上面也可以顯示 太高了 太低了 也可以 你不一定用這個訊息 我覺得用對話框 可能會比 用那個什麼呢 標籤2 標籤來的更適合 不過你們可以換換看 或者用對話框 這個前面我們用過了 然後呢 假設我們用這個 標籤2的話 那裡面基本上字放大 然後我這邊顏色把它改成紅色 那其他應該都沒動了 裡面還把文字改成訊息 再來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按鈕 按鈕的部分的話呢 裡面就是一個確定 然後Science大概是這樣 就是完成我們要的這個 界面的部分 就是它的那個畫面編排 OK 其實就是界面 那另外我還改一個地方 改那個Screen1 這邊的話呢 我是有把它的App名稱改一下 然後 上面 左上角這邊 如果你沒改它好像這個名稱 不會是拆數字遊戲 所以我會有在這個Screen1裡面 改成左上角的那個地方 那改在哪邊改 其實就在Screen1裡面的標題 這邊可能要改一下 好 那大概畫面編排說明完畢 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最難的部分 就是它的程式部分 程式部分的話呢 基本上呢 它的邏輯剛剛講過了 那至於程式如何寫 我們來看一下 那首先的話呢 我切到那個程式設計裡面 那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把它稍微再放大一點點 首先的話呢 我要增加一個變數 變數在哪裡 變數在這裡 初始畫一個變數 OK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變量 這個變量有沒有 你先取一個變數 那變數名稱的話呢 假如拖拉過來 你就給它一個名稱叫什麼 叫做RND 因為它原來名稱不叫這個啦 不過我習慣給它一個RND 然後呢 接下來的話 你會發現後面本來沒有這個東西了 那這個東西從哪邊來的 這個東西呢 基本上就是 就是因為我要從1到20之間呢 隨機取一個整數 所以它的位置在哪裡呢 特別是在數學裡面 那數學裡面的話 你可以看到 其實往下捲動 很快就可以找到了 大概在第幾個 1、2、3、4、5、6、7、8 大概到第九個、第十個左右 這個位置 這邊有一個什麼 從哪個數字到哪個數字 產生一個 一個隨機的整數 有沒有 那就這一個 所以哦 其實在那個 AppInvent裡面呢 你要產生亂數還蠻簡單的 就是給它一個範圍就可以了 那比如說呢 我要是1到20 我就把這個數字 改為20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話呢 這個RNT 它就會是 隨機的一個 1到20之間的一個亂數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有亂數之後呢 所以這個有點像是 這個是電腦先出一個題目了 那接下來的話 剩下來怎麼樣 當我按壓Enter的時候 所以呢 當按鈕按下去的時候 有沒有 所以當按鈕被點選的時候 所以再來的話 我們一樣就是 當這個按鈕呢 它被按下去的時候 那我要做什麼呢 其實基本上 就是做一個邏輯判斷 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把這個 當按鈕按下去之後的話 那我就是執行邏輯判斷 那判斷基本上的話 總共會有三種可能性 一個是要不呢 就是什麼 太高 要不就太低 要不就答對 所以三種可能性的話 我們可以用邏輯判斷 那判斷部分的話 當然你可以發現 這個是一重邏輯 兩重邏輯 再來就是三重邏輯 有沒有 如果否則 就否則 所以哦 我就拿這個啦 因為這個是一二三 那我就用這三種 去做邏輯判斷 所以呢 拉這個之後的話 那再來我們可以 如果 如果什麼 第一種可能性 就比對一下 欸 我輸入的這個 假設我輸入這個數字 所以這個數字怎麼取得呢 就是文字輸入盒 裡面的什麼呢 裡面的文字 所以我可以從裡面 取得它的文字 文字輸入盒裡面的文字 然後呢 跟什麼呢 跟這個RND比對一下 欸 如果怎麼樣 幾種可能性 要不就是小於 要不就是大於 要不就是大於 所以呢 如果它這個 小於 這個 再來就是取得這個值 那這個值怎麼取得比較快 其實我習慣從這邊 取得這個值有沒有 然後把它放進來 這樣就有了 OK 然後呢 如果小於的話 那我在標籤二裡面的文字 把它設定一下 所以呢 再設定這個標籤二的文字 太低了 高一點 那再來的話呢 多做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因為如果你這邊假設說 比如說呢 我已經跟他講說 你太低了 高一點 那理論上上面預設 這個框框裡面預設 是 10嘛 欸 那我其實我貼心一點啦 因為你應該理論上猜錯了 猜錯的話呢 那應該怎麼樣 幫你清掉 重新輸入一下 當然你不做這個事情也沒關係啦 只是說感覺這個程式不夠貼心 對不對 欸 就像說那個 平常比如說明明 就是說你進出好了 比如說明明人家手上有拿東西 那你沒有幫人家開門 感覺就不夠貼心的味道 OK 好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地方把它清掉 OK 如果 這裡面呢 它假如猜錯的話 所以這前兩者是猜錯 那我就怎麼樣 提示它 太低了 高一點 那把裡面的東西清掉 否則的話 那其實 那再一樣 其實甚至你可以把這個程式複製貼過來 然後把方向改一下 那如果文字輸入盒的這個文字 OK 其實應該比想像中來的簡單吧 主要 怎樣 遇文笑嗎 沒有 是還是很困難嗎 沒有 是太簡單 太好了 太好了 真的很 好 所以啊 這一題的重點 其實跟前面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是在這裡 那個什麼呢 隨機產生整數的這個部分 其他應該都前面有用過 所以把畫面再還給各位 試一下這一題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當然這一題還可以變化 OK 比如說可以怎麼樣 假設 如果說我希望呢 可以把這一題做完之後 改成只能拆三次 如果三次拆完了 不能再拆了 很抱歉 有次數限制的話 那程式該怎麼改 另外的話 當然呢 你也可以再改什麼 改那個 就是亂數的這個 範圍 不一定是1到20 可能1到30 1到40 甚至更多 那另外還可以怎麼改 還可以改成 不是一個數字 你可以改兩個數字 三個數字 四個數字 如果都拆對的話 那表示應該 就是 運氣真的還蠻好的 OK 好啦 這個大概還可以變化很多 反正以後 做遊戲的話 就一定會用到 所謂的隨機整數 有沒有 然後 請各位試試看 那這個 最後的畫面跟程式 在雲端白板上面也有 所以剛剛講的內容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四十幾頁 我看 四十六頁 四十七頁 這邊都四十七頁 地方 那試一下這一題 好 OK